我们开尾今天的英雄 现在 EDGM要去把这场比赛终结在 死的一个杀手锏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了 那可鲁鲁 那可鲁鲁 这局贱用赶紧搬掉吧 这个是出城 最擅长的刺客之一 EDGM要搬 比裴星虎的胜率还要高 他现在六局纳路是67%的胜率 我觉得EDGM可能会搬掉什么 王道路君应该是要搬的 搬完之后再搬个盘 江古 江子牙还有 江子牙对 江子牙给 又有用吗 关键是 他可以再辅助用 忍入 因为拖嘛 可以拖的一个英雄 Hero9竞 他既然擅长大发育的话 江子牙还蛮合适的 这局EDGM换到了红色方式 Hero9竞的先搬先选 而且是EDGM的一个2比0的赛点局 没错 EDGM如果在红色方继续去搬两个中路的话 他要放出的是盘古跟江子牙了 铝布 先搬铝布 他们用掉的英雄 里要搬的英雄还真的不多 他这个铝布是搬你一个强开团 他理性呢 先把盘古搬掉了 这局EDGM是要放中路 放中了 盘古搬掉的吗 Hero可能还要搬个 放理性出来 对 理性给你不给纳格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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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八戒 主八戒比较万能嘛 在一楼拿出来的话 后继一个很大的一个坦克 打的是 EDGM 用掉了狙右斤嘛 血战斗敌 关羽 赌定了你HERO 一定会拿双C拿炮牌嘛 这一手关羽拿的好早啊 理性不要 理性不要 他这一局 EDGM 这个关羽拿出来 他其实是打HERO 整体还没有出现的两个C位的 但他确定你会拿 我就直接锁关羽 这就是打你炮台 来 他这个 我知道来了 你看 COCO 我感觉他不是说我确定你会出C 我要打你的炮台C 他是我选了这两个英雄 你自己要考虑一下 你要不要选炮台C 就是你可能不一定敢选 但是我直接先把这个地方给你铺在这儿 你可以不拿 你可以拿法四 因为他在红不敢 他在红色帮 他其实把干姜这些英雄放出来了 所以我先把这个关羽选 就是我选了之后 你现在的问题在于 你拿不拿 就是你需要拿不拿了 他不是说我确定你一定会拿干姜 而且我选了关羽这些英雄 你拿不拿 东皇加干姜了 那这个还得拿了 来了 东皇干姜 这是Hero走进 杀手剪 杀手剪了 这是一张王牌组合 没错 选了 这个是肯定要确定的 应该不会换了 这个肯定要确定的 都到这种悬崖边上了 你注意一下 EDM的第二手这个 夏侯敦啊 他现在你觉得是打边吗 应该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Coco在这个赛季也用了蛮多夏侯敦辅助 其实你现在看 Coco的表情啊 有点小凝重 但是不是那种 谢谢 不是那种 就是压力特别大的状态 他现在就是有点在 觉得难打 他肯定是难打 这都0比2了 肯定难打 这个干姜的一个位置 限制干姜 关键我觉得可能还有一首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 再来一首中路 这一首中路 现在EDGM打的都是限制你C位 然后我去抢你视野 圆哥 打到这种都是 打到这种位置 就这个阵容很EDGM啊 你最近咋回事 真的 因为这是他们上个 皮肉打得很EDC 这是他们上个赛季球技赛那种标准阵容 我觉得这个阵容好 再配个鬼谷子一毛一样 他这个阵容其实是单点突破 单点突破的能力都很强 我跟你说这个阵容再配个什么 就是一毛一样的EDGM阵容 再来个鬼谷子 之后再补一个百里手约 其实百里手约 EDGM自己不想搬的话 有可能是要拿 因为Hero酒精这阵容 其实很配百里手约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也不好拿很多 纳路也搬了 对啊 先搬了一首坦鞭 EDGM这个阵容呢 就是关羽和这个袁哥 都是属于那种 我可能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我不需要抱团 我也能单人找到 找到机会那种英雄 特别是袁哥 但Hero基本上 这个阵容是不管什么局面 我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能找到突破空 对 有谁都是死 EDGM这种是有点硬碰硬的 而且袁哥打这个东皇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说你拿傀儡去探东皇的视野 探到之后 空一波东皇把东皇打残 东皇只要是半血以下 他就丧失作战能力了 这是比较好打东皇的一个方法 也对 你别听说好像不好打他了 你不能拿真身去耗他血 对吧 拿个傀儡很舒服 但是现在就是看 东皇那边会不会主动进攻了 也许不能你来耗我 我直接先出手 这也受不了 反正Hero这局最好是不要等到 什么EDGM主动来探视野去搞事情 自己把主动拳抓住 看一下这边第二班 再给到了曹操 曹操 他们要拿什么理性 曹操是可以去选择有理性的 但理性的话 这局应该就是答案性去带线 去牵扯掉一下EDGM双带线 因为他们这局的话 如果能够把Hero的人拉走一个 他是很赚的 Hero是个标准打团阵容 而且打团的话光线不太要打 有东方太一斋 主要怕被咬 咬到的话站不住 干将一剑四剑直接插手 这手搬什么呢 你看第二个搬 第二个搬位的话 现在是在搬射手 在搬打蚁 搬不完呢 手约自己把手约搬掉了 手约搬掉不要给我觉得 做得好解决 那你觉得陈下这局拿上 陈下这局随便 他真的随便 他真的随便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虚手 随便李源芳 这局整克的核心是在东方江干江 李源芳 李源芳来一个推塔 李源芳未必不可以 李源芳 李源芳是可 李源芳第一你原格定不住他 第二关语不太要切他 这首马可换出来 这首传说中的下水道波罗 看一下 在下个版本即将会加强的马可波罗 在此时此刻是否能够有个绝唱 再好好地在版本末尾 发挥一下他的能量 拿一首马可 拿马可的话 意图就是中期法联 马可只能是中期打架 这后期打干江加东黄 这个组合是就很吃力了 小伙伴们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据传言 这个英雄下个版本 强制的不得了 马可波罗 如果按着 体验服不改的话 那就是了 现场点两场出被动 对 爽不爽 点兵 然后再现场按着坦克打 划为天空和大海 守护你的回忆 这组合的话就是凭关羽 你想跟我打带线不限时 公孙礼 你选 不得选在班了 也不在选在班了 这也是自己在李源芳 跟公孙礼里面想一想 但是这首的话 马可波罗提前在公孙礼前面 选出来的话 谁说女子不如男 换了花木兰来打关羽 可以 老组合 老组合 没错 老对手了 没问题 这首马可波罗在ETGM这边 是为了给袁哥让蓝选出来的 对浪浪的这首是很新人 关键是 花木兰能不能真的断得了关羽的马腿 花木兰他这局拿出来一方面是打关羽 另一方面打袁哥 因为袁哥控花木兰是控不住的 没错 看到了旺仔的牌子 是的 旺仔这一局使用的是公孙礼 来了两个能担待的英雄 这一局coco要去打这个夏侯登附住了 你越是拿出来打猪的 也有可能是打花木兰 也有可能打花木兰 但是关羽打猪也不太好打 基本上就是打花木兰 关羽他不用跟猪对打 我清兵线清完跑 那你要考虑你能不能优先清 我站在你的面前你也很难受 要关羽敢来劈猪 就不说了 转身不砸死你都对不起猪八戒这个名字 猪八戒前去对前没有特别虚的英雄 对 这局主要看这首关羽 换了这首孟奇 这个好 这个是想打团 这还是想开后盘 这个孟奇的话 看他跟谁对了 AP孟奇 看他对到谁 对花木兰的话 胜面还可以 但对猪不挑打 就这局的话 花木兰不会太亏 因为两个对手都是老对手 不是那种新版本超强战鞭 他这个对线 反正孟奇竟一种 因为打AP的话 现在对线 基本上也就是 问为主 对对 就对线以混为主 对 真的是以混为主 我抗压轻线 然后打团 他的作用这局主要是针对这个干姜 因为我开团手是很长很长 对 以poke 以爆发为主 对 他不一定非要跳过去 大招刮两下 干姜吊好多血 而且打公司链 其实有一个威慑效果 就你如果大招 是往攻击脸上放 他一定是疯狂放弃能跑的 对 然后这时候他是等待一个 没有位移的状态 然后关羽可能会早就会进场 当然他毕竟不是强势边 也有可能存在 被压被干克这样的情况 而且他太吃装备了 而且他这局带的是闪现 他没有带进化 卫尼曼一走AD呢 不会吧 这么刚的吗 AD梦齐 AD如果 那如果是AD打猪八戒就好打了 D打猪八戒 打猪八戒 打猪八戒打梦齐都 单线都很强了 都好打 我觉得还是打不过猪八戒 AD你也打不过猪八戒 他伤害很高了 那AD还是厉害 猪八戒也打不了他的盾 回去咱俩就一v一solo 你用AD梦齐我猪八戒 我们俩主要不是这个英雄克制 可能我们俩实力上有些差距 对就是 就是你实在没有办法跟我兑现是吧 现在拿猪八戒打李久的干家墨爷 是吧 不小心把猪八戒在座椅都打断了 你说怎么办 向我猪八戒道歉 我坦白讲 这局段 如果是AP梦齐的话 他的发展机会有点长 AP梦齐没有个三件套 打不出效果 他肯定是AP梦齐 我觉得不可能拿出AD梦齐 但是他这局没有带进化 你带闪现爪子 我觉得他可能傻的 我被动画按了 我进化也没用 不能自暴自弃 对 花木兰打你 你还是能跑的吧 对 不能自暴自弃 这也看他 这也看他 带闪现的话 自有他的想法 话说真的 梦齐出AD装 应该也打不过猪 我真没怎么用AD梦齐 再跟猪打过 因为他吸血护盾 猪是这样的 猪这个英雄在线上 他技能频繁 放技能不耗蓝 但是他的伤害是很低的 猪有不少 猪第一 他这个勾强 他的技能看能不能打得中 你只拿兜座中 二技能勾到强 伤害是很高的 他有二段伤害在 第二 猪这个英雄他强在 我打你你反打不了 就是我打完一套 我就走了 你梦齐想挠我 你挠不到的 这个东西挺难受的 来了 双方第三局比赛 蓝色帮Q2究竟 红色帮1DGM 现在是1DGM的赛点军 三个赛点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局比赛 重点在于Hero在这场比赛里是否能够搬回局面 公司里一个老猪两个人很强势直接进篮区 但是现在的Hero拿到自己最擅长的阵容 东皇家干姜猪八戒直接做脸 就到了东皇太医 这个团队根本没有接的冲动 看马可这边能不能换一个回来了 对 这个就是讲道理 两个人射手都弱 如果刚刚这波公司里进去看到马可 他只能掉头就走 也没有别的想法 九成直接卡好了位置 他打蓝那个位置卡的很精准 他就不错 直接能够拉拖战 他先把蓝推出来了一手 比较浪浪的闪现 下午中还在做细节 正面的卡视野不让花魄蓝支援过来 但是这个蓝打了很久 猪八戒跟关羽赶过来了 这边应该是 应该是不会放弃 要再打一波关羽都到了 还要碰撞 但这波蓝Hero坚决不放 哎呦算了算了算了 没必要为个蓝嘛 拼得你死我活 对不对 这个好像拼得像军胜团一样了 对 无人集合了都已经 就江湖上这种蓝buff 红buff什么的都是身外之物 拿的都多 后面还会刷的 还是性命更重要 不过这样一来的话 Hero久禁就等于打了一个三buff卡 对 EDGM是很亏的一个卡 这局的阵容上 Hero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劣势了 不像前面两局 我感觉阵容上明显也不太好打 所以这局的话 考验的就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像前两局一样稳定的发挥 EDGM的话 这局 你不能说阵容弱吧 但是马可莫罗在这个版本着实不强 马可他只是中期厉害 但是打了大后期之后 他的叔叔跟公司里的战装是比不了的 这就是他最尴尬的点 这个英雄你要前期强或者后期强 他都不会是现在这个境地 他尴尬就尴尬在他中期强 可能想到这局拿出来打一打这个猪八戒 毕竟比较肉 打肉马可波罗还是不错的 对 就是好比说你说 你必须得前期发育的够快 中期有装备 同时你中期还必须得打出来 反正你不小心多打了一会儿 到后期你又发现你伤害不够 怎么个不小心多打 很难受 很具体啊 这个标准很 中边空一波 但伤害不太够 下落未知 互相换技能 又有四人抱团 上落战我赶 马上五人集合四剑出去 来砸进来 这个篮怎么说 小走位 篮被反了 闪现又按到这一手 东皇这一波立功 但伤害跟不上 就拦住个马可波罗 跟剑再跟剑跑不了 马可波罗很难受 上天无论入地无门 这边关羽再顶下 你看这麽也顶不到 这边想保一手 守住了 关羽这一边想挽回他站区 但是位置不太好 没错 这一波最初小团战MVP 是的 他进来把这个篮二次弹砸掉的 来看一下 只要发育荷山糖 五感全开 一血寄来 三分钟的时间 一血一抱 到KILL酒精的手里 今天两支队伍一血 爆发都比较早 两支队伍的一血率都很低 前面我们讲过 47.2对42.9 10和13的区别 看这手猪八戒的大招 精髓一打 你哪里跑 定到了这一手 是的 而且这个位置卡得非常死 无路可走 这是对一些位移英雄的时候 特别打装周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猪八戒 这样一个开局的话 这一剧节目就有点 不是特别好打了 是 他先是被打完 那个三Buff开之后 自己只拿到一个Buff 然后这一拨蓝又被打了一拨团 是的 他们现在就要看浪浪这个点 因为现在能够带节奏的 只有浪浪的原格这个点 九成现在是不出塔 直接清兵的 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浪浪不能够站出来 配合队友拿一下节奏 一旦拖到马可波罗的强势器 拖过去 这就不是 孟奇这边在走位 这边按在塔下 就很容易变成 现在不是很好打 再拖一会儿就是很不好打 因为孟奇这一种 前期参团能力太差了 如果你打AP孟奇的话 你是要吃到两件套的 关键AP孟奇 前期参不参团 他也没有用 对 他就是弱 很拖后期的一个英雄 其实AP孟奇 AP孟奇起来伤害是巨无解 就他一技能之后 他如果出巫术法杖的一种孟奇 AP的 一个一技能一个普攻 可能脆皮就半条血就没了 但是那是后期 他其实主要在后期的任务 团战里面他处理 而且你看 但你不能逆风啊 主要是 当这个东皇太医跟猪八戒 看到了马可波罗之后 打起来完全有一种 猪八木兰 大招接闪先走 结果兰要被空了 现在整个猪八戒跟东皇太医 进一地剑门的野区 就跟回自己家一样 不讲道理 因为你马可波罗守不住的 而且下路是个孟奇 我跟你说特别是东皇啊 现在进野区的话 是横着走的 还有猪 而且整个一地剑门 因为下路摆的是孟奇 不太有去守这个 蓝八木野区 但是九成手里心说 这一波沟通出现一点问题 九成心想我的哥 技能刚放完 你是让我上去把他点死吗 对吧 手里一剑没有 九成站旁边难受 他刚才也没有大招 然后二三正好放完 刚才那个镜头就是要 给九成头上配一个黑人问号 九成只能看着 对 眼神杀死你 三个问号挂在头顶 这是咬什么 难受 不过这手如果早点有CD的话 秒了但是真的好 闪一开 转身猪八戒太肉了 直接留住 这边还连逼两手闪现出来 不该开这个猪八戒 太肉了 输出不够的 打猪八戒输出不够的 还是你觉得前排里面 还有一个下后蹲 还是一个辅助位 他来的人不对 他要秒这个猪八戒 得严格把一套技能打全了 才能秒 对 他得一直控着 不让猪八戒打回去 是 下路又在压 阿车这个走位已经感觉像 他是一个蓝色方的选手了 但是真的走得了吗 他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刚被猪八戒那时候闪现空了 哇 小孟琪跑好快啊 哇 长途赛跑 这是马拉松 对 他跑了个400米回来了 嗯 这猪是真的完全都想放过他 哇 这个走位可以 阿车只有走位可以 他从下路 400米长 1200米长 绕了一个圈 跑回来 走了一个椭圆形 再反了 这波控篮控的很好 但是这手会让EDGM很难受 EDGM选马可波罗为了让篮 但是蓝现在完全拿不到 打到了一手 又被控到了 四剑秒圆哥 没有在空时间九十之前 把这个圈打完 但是没有秒到公司里 公司里还在飞马可波罗 大家完全赚不到 跟圈谷A技能打断了一下马可波罗 直接要直接被动到 差点又秒掉 老猪老这边是没有技能了 这边还想点一个被动 点不到了 就 只要圆哥团阵被秒掉 但一个马可波罗伤害差太多 刚刚是圆哥那个三技能空到 确实也空到这个东皇了 但是东皇醒来 一瞬间圆哥没有第一眼跑掉 然后直接被按 怎么怕 没位置了 他有大招啊 但是他正好在放他那个三技能 想往后退步的时候 东皇啪一口咬住 啪一口 要么就技能别放缓 要么手势再快一点 看一下盯道 你看啊 打一套 那正好三技能 你看这个三技能 应该是慢了一点点 已经飞出去了 其实已经飞出去了 三技能是慢了一点点 有个抬手 但是飞出去也来不及 对 而且公司里秒不掉 马可波罗这个大招想赚的 赚不到公司里 就这个最难受的就是 这局选个马可波罗为了让蓝 让到后面蓝没空到 等于说这个初中没有能够达到 红方 EGM的一个暂停 不过也别急 现在 应该马可波罗是刚刚把他的漠视做出来 起节奏 主要看这一首漠视 关键这个会不会是刚刚那个三技能的问题 感觉刚刚那个三技能按的是有点晚 这个暂停 有可能 有可能 这你怎么猜 不知道 反正 我感觉马可的漠视倒是很大的帮助 但是他还是不太有发挥 因为猪八戒这个英雄对他的影响有点大 主要 而且现在东黄跟干江的这个配合 最初跟这个九层两人上的太高了 就是 因为这个组合是Hero毕竟最擅长的组合 而且这个组合的难点 他不在干江身上 他在东黄身上 就是咬到了总会不会丢不到的 比如刚刚中路那一波 对 对 就是那一波 这个还是要提前沟通一下 咬到了总会瞪我就瞪死你 小问题 关键是 所以说现在的EDGM 首先的问题是 团战里让谁去吃这个大 孟奇肯定吃不了 关就是这个章里说白 只有下火顿能吃 谁都吃不了 只有下火顿 但是 这个就是个难点了 他现在的节奏要怎么打呢 就是中路浪浪继续将打青线打消耗 但是每一波空到这个东黄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下火顿能跟上输出 不要怕被 然后队友关羽是第一些 能支援到这个团 咬到了我也能打 在咬人这个事情上 整个在最初这边 他咬谁都行 所以他没有说我非得去选择 我一定要咬谁 当然咬到浪浪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实在不想咬个马可 也不算亏 你这都已经是很好的选择了 两个C 你是说的好像很为难一样 我觉得咬关羽要比咬马可 之前我说实话 马可不咬也就不咬 这局吃这个咬的我看下豪顿是最好 我跟你说一个猪就把马可打费了 就不用说非得去咬他 在这个版本 因为猪班这些对马可的限制力是真的强 就是你跑还跑不过他 很难胜 所以说这局比赛 关键是在于整个EDGM 怎么样能够在被东黄太一咬到之前 先秒掉Herold C 秒C真的好难 我觉得思路应该是去消耗东黄的血量 咋消耗 远哥 是刚才序列 你自己被咬掉那没办法 不是你也不能一个人咬 对吧 他最好是我找到一波东黄之后 队友能跟上一波伤 我不一定把东黄打死 打到半血以下 哪怕咬的话也是 我们控制住之后 激活这个东黄的意思呗 我觉得风险好大 你跟这种咬到之后 我跟你说 所有我们在排位里面也可以用这种思路 对面辅助什么盾山啊 张飞啊 东黄啊 你被他团队打得头疼 你思路是什么 你就不要管C位 你碰到这个人单抓你就开他 把伤害就打在这个方向上 你得确定他背后没有人你知道吗 那样的话你说你打了他 背后窜出四条大汗你怎么办 关键这一局你知道很难受认他 首先这个杨哥你只有马可波罗能跟上海 关羽是不敢跟的 好了 关羽过去一刀劈出去了 东黄那一怎么办嘛 其他人跟不动啊 关羽这一局倒还好 关羽可能就别去搞这个东黄 关羽去处理了 疼疼疼疼疼疼 8分钟 这边上路是四人来一个抱团了 远哥的傀儡包了一个后排 东黄泰意识很好 最初的意识很好 泡一波 压残了 像老白现在讲的剧情一样压残了 现在看最初怎么选择 不够惨不够惨 最初心想白乐我教你怎么打 我先教这种回血 来克制你这种薅血 这也是 最大的难度就是 一旦等东黄泰意做出了一个霸者冲装之后 老白刚才那一套打法不攻自破 对 所以现在争分夺秒 在最初有钱之前 赶紧把他给干掉 很难 现在HERO9竞是场面一个绝大优势 现在HERO9竞领先了4000的一个境界 而且是一个主宰刷新的时间 对 这一波伊利剑但凡处理不好是要丢龙的 来 看一下 来自西部的干江 这场比赛的命中率如何 目前看起来的话 在没有东黄的情况下 说实话 一般 他反正打傀儡的话 慢慢打消 干江这一凶主要他出剑 你命中率低没关系 你可以多放 CD太短了 就蒙呗 他大招我看一下 反正我用东黄是蒙 我用干江就是蒙 我在一般压到高地的时候 因为之前我其实有一个采访是问九成 就说干江这一凶到底怎么把技能放准 九成说你不能瞄 你要凭感觉放 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 说白了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种事情应该怎么解答 你问九成 九成你是怎么把这个干江能够放这么准 九成回答你 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放不准 你看三技能 插掉半血 这边中路语言哥再一个大招 插到半血 最好的回答 他这个干江主要是距离空的 其实干江主要这么大 你有时候多用智能师法 在团战的时候 对 其实干江主更多的是把握住距离 而不是把握住方向 把握距离感 你要知道三技能跟二技能能打多远 是 所以以后被小伙伴们问一些问题的 就这么回答 格调相当高 他问一种你就摆起嘲讽怎么放的这么好 你们为什么嘲不倒 我也很好奇 你们为什么不会嘲讽 难受 十分钟了 外面经济还是保持在五千的经济差 但是现在的ETGM局面近乎是稳住了 一直没有去作战 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可能会被Hero把经济越拉越开 现在Hero是再把这条黑暗暴君控的 对 这局Hero究竟要稳住 因为是一个赛点局 他没有去直接碰这条猪仔 对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落后的一个小局 所以Hero究竟他宁可我拿稳一点 他这个龙有风险 万一没有拿到的话 只是要被脱节奏的 五疼 关键马可波罗这么大 强势期会被脱掉 没办法 现在全队一个经济劣势 现在是五千五的一个经济差 其实这个时间点 理论想要讲已经到达了马可波罗的强势期 对 都有点过了吧 马可波罗强势期差不多六七分 我马可强势期这么短的吗 你是不是过分了 有点怎么就过了 马可应该是说出末式那两到三分钟那一波团是最长的 我觉得两到三分钟你过分了 因为你看现在陈下 你好歹算上破晓给他个五分钟吧 你看陈下这边都快破晓 出现应该是破晓 对 出现也在做破晓 有点慢 他现在五千八的经济 对面的陈下这边七千五 那边差点有点多 甘江现在是一个三件套 九层那边输出现在非常高点浪浪的话 在等待自己一个破均 是 现在EDGM经济吃到最多的是一直在单带的阿彻 阿彻的话现在也是一个三件套了 关键看就孟琪团战能打多少输出了 不太好打 不太好打 孟琪不是一个团战直接去打输出的点 但是一个限制点 包括什么 闪键 咬到了这位置 真难走 真难走啊 哎想带走这个东方太一单 猪八盖一闪二技能 直接再接大招 强行的下落盾 搬墙走 还想追着放箭 华姆兰正被押退了关羽 华姆兰这局其实我们已经没看到他的镜头 但其实这局的华姆兰一直盯死了关羽 没让关羽跑 关羽交到直接大招技能 刚那波关羽本来是想进场 我说看能不能帮队友打完这一波打 因为东黄把大招也交过了 对 但是只要华姆兰盯死了关羽的位置 关羽就不敢进场 关羽这场比赛没有他太多的镜头 但是确实你不得不说 他们 关羽盯得很死 华姆兰客关羽还是有道理 是的 看一下这波的细节 这一波最初他直接二张就是往后放的 他根本没有管你上来 是不是控我的打野 是 他知道城下这么灵活 他就不会被控到 然后闪咬 这就是浪浪难受的比赛 这个孟奇也没开到人 他这个大招放过自己能量也不够 真就是孟奇打一个最高经济 真的没有作用 他团战不是个大输出 他除非开到人 开不到人的话就很难打 他现在这个游戏经济 孟奇是一个优势局很强的英雄 在AP孟奇 但一方局 我说实话 他刚才大招倒是开到公孙黎了 问题是阿彻怎么可能去松手 他怎么可能飞进去 飞进去一秒就没了 他也飞进去了 确实也一秒没了 对 这是很难说的点 他主要那个落手那一下 没控到公孙黎 被散躲掉了 公孙黎就控不住 很难控的 你要是跟阿克伯罗还好控一点 四上香都好控一点 公孙黎被移太多了 这局要能把公孙黎 要能把公孙黎处理到的话 应该是EDGM在这波团战里面 就已经处理到残局 才能去想办法打救公孙黎了 关键是我觉得 他们优先处理应该还是这个干将 以EDGM这个团战的阵容 他们能把干将打死 他们都打不死这个公孙黎 Hero现在去推这个高地 我觉得九成的伤害 跟最初的这个咬 应该是威慑力很强 秒一切 秒一切了 老龙的话应该拿个傀儡 看能不能赚点便宜 但是这波Hero走进 大军压进 是两路啊 龙中路点到了一个半血 看这波 下路高地让公孙黎再点 老猪这波也没有 直尖 一个罩罩住了 关羽的位置想要绕后 不敢绕了 这边是简缘情况 是的 就是这个位置的 Hero他并不是只有一个 动望太一的开团 对他来说 对于九成 包括说一些很准的干匠 就包括浪浪自己 甚至于说 现在我们一直了解的清风 这样一些的选手 猪八戒的大招 如果能够把人照着 让人走不出去 闪现 跟剑 第一线跟上 但这边东黄 吃的伤害有点太多了 没关系 对于九成来说 只要东黄大招咬过了之后 他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别急 关羽 光泽民倒了 但是正面的干匠 还要再被推 还要再被推 二连击破 单人切双C 哇 其实你刚才在看关羽的时候 在另一边 袁哥跟干匠 两个人来了一波移情换位 互相拼操作 这一关 他是一技能的 在没有冲刺状态的 一技能转死的公孙李 而这个位置 马上回头 等一下 你看 两边都在发生精彩的操作 这边的话 干匠是跟袁哥 另一边的话 关羽是绕后绕进来了 对 看一下这里 关羽最后再往后摸 然后花木兰 那个位置在轻中路兵线 所以他没有时间去管到这个关羽 二技能踩进来 一技能直接转死 啥也太高了 没错 这一手大招进化再开 去找这个干匠 一个一技能转死 这一波Hero久经是丢掉了一个节奏 而且这波黑暗炮军要被EDGM扣 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真的还是你团战里面 花木兰一波疏忽啊 就出大事 而且两边刚才分开了 九层那个点 刚才是闪现想去四剑秒掉袁哥 那他一闪现的一瞬间 浪浪这边也在进攻 直接一个四技能移行换位过来 他在同时他三技能往回拉扯的时候 九层一个一技能也拉 所以两边就变成了 互相往前互相往后换位 谁都没死 对 谁都都摸不到谁 对 关羽这波是这局比赛目前为止 他唯一切到的一次 但是就剑功烈了 这一波打得很好 看Hero酒精怎么把这个节奏稳下来 现在是一技能把这条黑豹空掉之后 90秒 首先Hero酒精先拖一拖 90秒拖完 这个主宰差不多就刷了 对 看这个主宰谁能抢到 而且现在看羊做的这个装备 它是很细致的 这种出攻击状的关羽 比起出肉的关羽有一个好处 就我顶多少次不重要 我只要能劈到一刀 或者哪怕我跑不起来 我转你一下你都扛不住 关羽他最核心的书就是 暗影男嘉破军 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排位里面 破军会出的比较晚 但是他这局真的出的算很早 他没有去做那个不强征兆 霸者啥都没做 你是没见过那种一双草鞋 出破军的关羽 捡了个坐在里面 跑都跑不动 这排位里有很多这种关羽的打法 像那种双CD鞋 对吧 我记得你们也遇到过 最初这边也在补自己的肉装 第一阵装备冬皇确实出的是霸者 主要现在傀儡进草了 瞬间就被干掉 根本不存在些耗血 冬皇他现在也不是一个人手 他后面永远是跟着C位的 通常一个人走 跟PP下没有区别 他必须要后面跟个干将 或者说跟个攻速力最次 但现在的EDGM 把自己从高地打出来了 Hero没有做到 在刚才经济优势的时候 把这座高地给破掉 包括下路的高地 他EDGM的阵容还是很吃关羽 这个阵容 你真的其他点去创造奇迹比较难了 还有一个孟奇 我觉得孟奇要是有一个很无敌的大招 其实野心 但这样守得蛮好 真的 因为EDGM这边只要高地不破 总有希望的 我觉得Hero这个上高地 只要当心一点 其实问题应该不算特别 有点着急 就想杀人 这边先打到一个半血的沙后盾 换位回来 这个位置 想咬 咬到 关羽 叔叔在哪 这边孟奇 绕后排 打到下来 关羽这个位置 还没有倒 但是花木兰绕后 想去截下后路 这个位置是没有 关羽在了 借手花木兰进场 对后排的威胁非常大 但是花木兰进场的话 其他人知道车推战的话 下猴盾被卖在里面 先杀了花木兰 花木兰先倒 但正面的话 下猴盾也被卖掉了 12花分17秒 2换2 打了个2换2 但是这条主宰的话 现在Hero应该是能直接拿的 这一波是有双C位的一个比拼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 是孟奇在这一手 其实对EDG的团战 起到一个很大的阻力 我跟你说主要是在EDG这边的话 就 勘扬这个点 他死的 特别Coco这个点 Coco死的很无奈 就那一瞬间他们看到自己人多 他们想继续打 Hero 这一波团确实打了好 但是 你看就是Coco这边上了 上完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家后排 被一个花木兰摸进去了 对 然后瞬间他就被卖在了里面 你知道 本来一个后面有三个人 他没办法 他那个位置 队友必须得抱团去处理花木兰的 对 刚Hero这波团打得很好 你看干江那个位置 他其实第一时间跟东航的输出之后 被孟奇压了一个大招 九成是被逼出自己的闪现的 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他跟公司里两个人都站到了最后 你看这个位置 哈 在Hero这种阵容当中 特别九成的干将 你只要第一波没有摸到他 后面你很难摸到他 因为你微技能其实交的差不多了 你看他的战位很细节 这时候Hero的双后排 陈下加九成两个人输出 就很稳定了 陈下主要是这把的第一他有钱 对 第二他的自保能力也不错 就Hero双C的自保能力都不错 这也打得好 就九成在之前有个一段时间 不是在地名气的时候从死 到后面他回暖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他的自保能力又变好 你还记不知道 那个赛系 陈下他开始练的第一个瘦手打野 他那时候都是基本上李元芳 首约这些 他那时候练的瘦手打野C位的就是公司里 练了有一年了吧 他现在半年多了 对 幸亏他没练马克波罗 幸亏没有什么 我想说幸亏没放弃 哇 他连点死你看 就是陈下是一个绝对适合Hero的打野 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 其实让九龙来打野吧 把陈下暂时先换下去了 他后面证明的话 旺仔上场之后 才让他们成绩又回倒了 还在一个点上一直去坚持去学习 只要肯进步 是 不管现在怎么样 都是有希望的 就像白乐老师一样 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怎么赚钱 黑人问号 努力了三十年 现在都快四十了 对 依旧还在学习 还是那个样子 导力就老师这种土豪的学家 没急要么看关羽的位置 关羽的位置不错 关羽的位置干扰一下 来回点一刀 他这个想换的很危险 他这样的位置要命 因为你换的是公孙林 你怎么想的 上头了 这一波Hero走进 抓住了一个绝佳机会 公孙林大胆地秀了一波 我觉得不是啊 去那个位置的话 没有人想到关羽会批回来 你这个怎么敢批回来 讲道理关羽这一波是 一大把自己批死了呀 太上头了 因为你首先你批了第一刀之后 公孙林被你批 你批不死 你第二刀一定批不住啊 对 这个太夸张了 他那手控制是堵命 我如果那波把公孙林换掉了 好像也不算刺激了 不是关于这个换的可能性 不超过10% 你怎么我觉得 猪八戒一闪第一大招 没有开到人 看下孟奇侧面进场 现在的整个配偶血量 都不太健康 孟奇想找一下干将的位置 大招直接清线了 被猪八戒打断 我觉得关羽不能再出现这种失误了 这个一定不能着急 他一定是后手进场 这个团战其实真的关羽很重要 程也关羽败一个 因为他是全队当中 唯一能 应该说他是最好能摸到两个C位的一个 你甚至可以说就是唯一一个 因为孟奇这一局他不太敢进去的 闪现 想咬孟奇 冬黄这波没有闪现 最初稍微激了一点 哎呦 这个孟奇上其实可以的 但他不敢进场 刚想现 想咬的时候 花木兰一套 把关羽打掉半血 趁莫打出来 冰线压到下路的位置 高地塔 马上来的这一波冰线正好是在回家补 高地得掉了 补血啊 这一波 一地剑 这刚刚那条黑暗暴君嘛 带来的优势 上面这条主宰的话要一分钟 可以 如果用好这条暴君把下一条主宰拿掉 再稳稳的破一下高地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现在的话 这个现在这个问题不大 现在中路塔挺挺玉力已经剩下了四血 慢慢再打一点小小的经济 其实现在双方的经济差 对于一剑们来说 主要体现在辅助位上 这是看关羽 C位都是神装了 关羽在绕后 关羽在绕后 但是东方太一这个站位很细节 正面花不来想换人 但自己要先倒一波 有一个复活甲站起来 小队先倒了 没有复活甲还不来再倒 干江四剑 但是关羽这个时候 关羽来了 一技能转下 再找干江墨也回顶一个 弓碎力站起来 没有被那斯巴格罗转到上去 这一波是一个残血的弓碎力在旁边 四剑 很精髓 听说你要切我 闪现给两剑 四血灰约站起来 换了一个复活甲出来 干江还在往前走 背衣两段 就看他为什么没有把那个弓碎力打死呢 关羽那一下 不知了 可惜了可惜 他那边其实有 上塔掉 对 这一波 Hero酒精 三路大节奏 对 现在的 浪浪被打自毙 往前修倒了一点 但是猪八戒直接拉回来 跟马赫波罗直接放荡 互换 上双C 三路高地全破 破高地 走 看杨刚才那边有点着急了 真的着急 他这波真的是有机会 能把双C切死 他那下只要把那个郭碎力切死 转头切九成 就算切不死九成 他也不会被反杀 他刚那个位置在打九成的时候 是全程在被陈下点 对 而且点的剧痛 因为他很脆 现在Hero酒精 拿下这一局的 几率已经非常高 他们把三路高地都破掉了 而且是在刚才没有拿主宰的情况下 破了三路高地 现在被拿主宰 你看关羽真的很脆 花木兰现在是一对二代 完全不送一个队友 能够支援 这边都在想 要么打拼天牵制 要么打血量碾压 因为主宰就要说 刷了 对 因为主宰现在拿得很轻松 谁吃亏谁要丢主宰的 怎么拿这条主宰的管不了 东航又来了 这边是两人组 干将 四剑再中 猪八戒一个人的野区强行秀三个 现在自己在浪 他的血量 还比较健康 吃到很多伤害了 反正还在回血 留人 留到个孟奇 孟奇这个时候没有大招 不带好跑 中四剑 下温端现在抢上来 保下孟奇的位置 关羽 想找人 孟奇大招 有孟奇踩一枪 直接被咬住 浪浪绕到了九层身边 结果是在打舒服 但是能不能点死关羽 陈下没有点死 这边陈下是一个半血 这么一体阶段的话 两个 两个后排的话血量也不是很健康 浪浪这边还在打 拉一个傀儡出来想控 这还控什么 控孙尼亚 他刚才直接把九层的复活夹打掉了 但是这样的话 对于EDGM来说 不是个长久之计 因为超级兵 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变强 现在EDGM 他这个节奏的话 也是有点要拼了的意思 是的 你拖后期三路超级兵到进水晶 只要是三个超级兵一起到 神仙你也打不过了 但是他主宰拿下来的话 对他们来说是很棒的 对 就算能不能拿得掉 这个的话Hero应该不会轻松让得掉 能不能拼得掉了 虽然都在赶过来 打得有点慢 这波并不能打减少 下下猪八戒够不着死剑出去 关羽直奔 甘甘莫野闪现躲开 回头再找C位 公司力打出复活甲 死了 站起来之后还要被秒 但是有一个散的位置 公司力是隔墙 左右闪躲 还是没有死 再被批刀 华姆兰重剑卡路口 这个位置 关羽站起来再倒 华姆兰打得非常久 甘甘莫野四剑拳 咒打死两个人 公司力出出环境很好 在后面一直点 这时候下午中有点扛不住了 但是浪浪还在找机会 大招过来 被秒掉 哇 太准了 再起来 甘甘莫野是四剑挂两个人 全部挂残 没打死 但浪浪这一波想要在团战当中 尝试逆风去翻一步 可惜没有能够打出来效果 一换二 九层 想到你这个甘甘反应是真的快 反应是真的快 就是这一波 这一波正面 是要能打一波的 上路花马来也把线带过来了 不带好一波 我这不先先给你心 汉德蜂的守住线 三个人的话其实有希望的 很难守 这边孟奇的话先用昏夜挡一手伤害 徐力顿 突然下路B线又到了 现在黑手正面的杠不住了 马可波罗转大招想 亲密线男人被公司力挡住 公司力点人 这个位置还有点凶 一次血 一阵的上来再点关羽来了 二阵的踩一脚 但是正面人好多关羽 一个人不一定钢得住 冰线太多了 守不住 守不住 冰线太多了 正面在顶 剩下这手关羽 等等 C位能顶走吗 你跟我说守不住 但是超级兵 进来了 先进冰线 伊犁坚 守不掉 太多了 恭喜 HERO就进 这一局的话 HERO究竟是打的 已经算是很保守了 他们前期在建立节奏的那一波 最初的东皇打得非常凶悍 但是在中期的时候 很多他们能逼战的都放掉了 我都没有去跟你硬打 他们一直在利用花木兰的去打单带 然后慢慢的把节奏找回来了 我再去打运营 我去打主宰 哇 刚上路那一波龙的团架 真的是伊犁坚 能够在三路超级兵 推到水晶面前的最后的一波尝试了 那一波没有打过 后面确实也不好打 其实HERO这局到后面的话 不是那么稳的 因为HERO其实反打回来不少 但是在后期的话 主要是那三路高地有点太亏了 其实如果三路高地都在的话 到后面真的不一定 那一波是正好九成 他把技能甩完一套 然后甩残了一个下路顿棒好像 下路顿回去回血 然后队友回去回血 下路高地直接被平推掉了 加上那条暴君 黑暴 对 看一下前期的节奏 前期的话其实 EDGM打得不是特别好 但到后期抓回来了很大的优势 不过还是不够 真的还是不够 因为他们中期有两波团战 是没有复活甲优势的 这一波EDGM前期 打得比较抗压 而HERO走进前期 打得最亮样几个点是 九成跟东皇两个人老配合 而且城下是真的好 城下团战是真的能换位置 一波团战换了四次加伏夺甲 对 揪不住啊 真的很难处理 打这个公孙黎的话 除了关羽那一波 一般来说 打公孙黎都是在团战最后去处理的一个点 对 就你只追公孙黎的时候才好做 两人反应都很快 公孙黎大招一推 单将两箭一甩 到后面的话 这波EDGM守得很好了 嗯 但是奈何超级兵猛 有关于推不到超级兵 他这个就很典型的 我只要后期是三路高地 三路超级兵一起掉 你神仙都打不过 因为你进来的话 你要在清兵跟什么之间做一个选择 这个是个单选择 对 这超级兵一打都是三四个 你根本清不了 而且他这个时候都不管你真的 他直接捶你水晶 Hero究竟 扳回一局 现在是装备面板看一下 陈夏这局到了一个八杠三杠四 这局可能考虑会给到陈夏 九场算是比较准的 这局陈夏发挥真的好好 他主要是自保很厉害 对 他现在对公孙黎的理解 其实要比以前好很多 升了很多了 这个赛季我觉得陈夏真的包括他 上一周打的那个大露露 当时我也感觉很惊艳 这个赛季进步非常多 因为首先的话 本大和鲁鲁的话 怎么看他的熟练度 就是看他的一心换位 对 公孙黎 公孙黎 这局的话陈夏团战当中的自保 做得非常好 而且输出打得也很高 要看一下他的伤害量不低 应该不低 这一局陈夏拿的公孙黎的话 也是他这个赛季 胜率最高的一个多场次英雄 是 这一局他第六局 前面五局只输了一场 真的是比以前 在精英雄上进步好多好多 就在现在确实不是一个单核的版本之后 也有了其他位置 站出来的次数越来越多 对 哇 两个C位加起来打了366% 九层那35%我不奇怪 在九层那35%的同时 还是有东豪配合的时候 陈夏能打出31.7% 而且参团率高达100% 对 这局不给他不合适 两个人都接近20万的输出 九层是21万 陈夏这边19万 这两个C位输出这一局打得真的非常高 经济大打到最后领先了有1万多 对 这局的局队家我觉得应该是旺仔 他的 我觉得应该是旺仔 百分百参团率 如此高的伤害 而且还是在面对一个 多人切入的状态下 其实真的 很棒 是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本局的局队家 给到 打一名选手 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差打到后面 再开始装备 我是看漏了什么 提醒我们刚刚提漏了一个点 哪里 一定节目这边还没有 仔细聊一聊 哦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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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浪说实话 这局前期思路是有 这局主要的问题在于够 经济点给的人不对 就浪浪前期一个人带不起节奏 而阿彻这边的话 虽然说经济拿得很高 但是一个经济高的孟琪 他带领不了对付翻盘的 关羽的话 我说太太太太势单力薄了 他一个人去牵后牌难度好大 真的好大 中间的话有几拨切得很不错 但是还是不能有15 就容错率很低 他不能有1.25 他要是个酸上箱套的好切 那切个公寸离 还有个干姜 九成的干姜 是全联盟最不怕切的干姜 因为他被切的四周太多了 会觉得孟琪这个点的话 如果去换一个坦边 比如说白琪这类的应手 不过也拿过了 DG用了 他打的上也很高 他扛的也很高 但是他的局限性导致了他的问题 对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说 他能够威慑后排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在面对对面后排 有位移的情况下 他伤害打不出来的 他们这局还是想打团 我说孟琪他真的是个逆风 是个顺风英雄 看一下 给到的是九成 35%的输出占比 好 九成回去自己上陈下道歉 九成 这个MVP拿的也没毛病 说实话 两个人输出都很高 不过 这局的话 使用掉了干江加冬皇 重点在于 那下一局该怎么配 在 刚才那一局里的话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 阿彻 嗯 其实孟琪这个英雄 其实AP孟琪 真的是个顺风英雄 顺风的AP孟琪是什么 有poke 能贴身打 因为有1技能 伤害很高 一般我记得孟琪打什么英雄 好